行销与促销 从简单面向谈常见的行销错误当行销与促销 这两个名词摆在一起 我相信几乎所有人 都可以理解这两者意义上的不同 若只是单独谈行销 却有很多人用促销的思维 在规划行销策略 举例 为了让店面的生意变好 所以做了活动 举凡买二送一 前十名的人可以免费获得赠品 抽奖抽机票 基本上都是促销思维 新以来的不会忽贪小便宜 一或是本来就会消费的客人 趁打折 多买点 短期内会有业绩上升的绩效 但对于品牌认同度的效果 微乎其微 简单的分辨行销与促销 大概是这样的条例是 促销 希望客人来消费 诱惑客人 提高诱因 行销 希望客人来消费 告诉客人 我们产品很优秀 很不同 因此站在行销的立场 以引而扬善为原则 塑造出市场差异化 以认同为出发点 提高消费动力 因此从事行销规划的时候 我最痛苦的 莫过是 产品不特别 你做得到的 别人也行 更惨的是 连价格都做不出差异化 实际案例上 我则是会问业主许多问题 大从 产品如何制作 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细节 小到 店名的由来 每天睡几个小时 想尽办法 把产品或者服务的独特性做出来 越特殊的 市场越容易中 越勉为其难挤出来的 就天天有命了